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回忍忍者手视频咱们带来绘图左近右近 那这个忍者串三的素材我其实打了好几把 但是有几把的话失误比较多 就算是串三了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说就不给大家发了 对面第一个是带霸体的镜像 这个忍者我其实说了好几次 我总结出一个惊艳 开机的话直接跟他怼 因为这里陈老师有个细节 反复想骗他剃 反复回头 但是他不剃的话我就直接接一技能 其实我一技能的后妖贼大这个忍者 他完全可以在我一技能的时候提到他不剃 这里的话他提神提掉了 这里我提神提掉 然后闪电抓他的后摇 在这个二技能接上 二技能可以抓霸体啊 在一技能一技能的话伤害比较高 然后这里的话我可以直接开弹 但我为了晚一点直接A一下再直接开弹 这里的话他提神31秒才好 看下能不能打死他提神好了 这里的话直接熊猫啊 为什么不叫这个二技能呢 怕怼不过他 他这个穿过来的话有可能有无敌阵啊 我们都没斗啊 我们都没斗 开机的话呢 我他直接交技能 我直接闪电抓到了 这个闪电抓到 我是没想到范围那么大 其实当大家都没斗的时候 可以用直接用通灵去骑手 或者用闪电去骑手 这样他这样交技能 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 你又不是那种 有些技能 比如说歪周很大 你可以是 但你这个技能的话就没 歪周不是很大 所以说直接 闭卷或者是通灵骑手比较好 那他这里没斗的话 那就游戏结束了呀 好 这里的话直接交代给大家看看 他的大招的话 第一段有个小抓取啊 好 基本上是蛮选 那么对面第三个忍者啊 第三个忍者的话带的是闪电啊 月光几分 但是呢 火影精神没有他 他直接就放弃掉了 其实他完全可以过来跟我怼闪电 对吧 然后的话眼神骗地 然后再交通灵 说不定能拿到斗 说不定能至少吃掉我这个忍者 但是他对面就就你就这么没有火影精神的嘛 灰图左右经这个忍者其实不是特别强啊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因为他的技能没什么外走 这里的话 等一下陈老师先把他血给打 才让卖个破绽给他 看他好 先交二技能 然后再一技能咱们这个往外拉 给他卖卖个破绽给他啊 看一下 他真的放弃了 我刚才不是失误了 对不对 你怎么能放弃 真的是放弃 一点火影精神都没有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灰图左右经了 他这个忍者可以用平A气手 还可以用平A去骗T 他的EA其实非常好用啊 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用的 等一下我们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像这种 先A然后再往外拉 你看先A再往外拉 这不不这没弄好 这不先发一个表情啊 先A然后往外拉 你看可以用这个EA去骗T 我觉得非常好 你看刚才这个就很成功 对吧 他这个直接就就一就放弃了 真的是 你被我这个绘图左右经串三 满血串三 你甘心吗 真的是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 我现在在试着 声盗 嗳 inte 为 我 是